两韩领袖高峰会今天登场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跨越38度线 进入板门店的韩国领土 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见面 除了关心元首会谈内容 外界另一个焦点 就是金正恩美丽的老婆李学主会不会来 关于这个消息 至今仍是一团迷 但韩国方面消息透露 李学主下午来参加晚宴的几率非常高 根据韩国媒体报导 韩国官方昨天公布的朝鲜来韩人员名单中 并未列入李学主 就连韩国方面也迟迟不敢打包票 保证李学主一定会来 朝鲜至今也尚未发布任何消息 但韩国官方消息透露 李学主参加晚宴的几率非常高 当时韩国就设定这场晚宴 是由双方领导人夫妇共同参加 但韩国一直藏着李学主 至今也没有正式公告表示他会出席 金正恩在清晨就已经从平壤出发 两人在当地早上9点30分 预计正式见面 稍晚就能知晓 神秘的李学主到底是否出席晚宴 最新两韩峰会报导 尽请锁定新闻实时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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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